哈喽大家好 我是健哥 之前酷冷之尊的Q500L和Q300L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方方正正的造型也算是一个特色 两三百的价格也不算贵 因为是亚克力侧透的 也算是我们的淘宝店 给一些不喜欢钢化玻璃侧板的用户的常用机箱 酷冷之尊最近新出的酷方500 在外观上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方正的造型 但和Q100那种常规的内部结构不同的是 酷方500提供了很多额外的装法和配色 同样价格也有不少的提升 来到了五六百块钱 确实有点贵了 这是一个需要自己拼装的机箱 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玩一玩看看到底如何吧 随理普27M2N5510J 2K180Hz高刷 27寸FAS IPS面板 支持旋转升降 HDR400 99.1%sRGB DATA1小于2 适配器也改成了内置的了 价格只要1289元 淘宝店铺搜索潮玩国度数码 发烧FPS玩家想要更高刷新率 还有菲利普27M2N55110P 刷新率提升到240Hz 100%sRGB 价格只要1799元 酷方500这个机箱并不能到手即用 从包装箱中拿出来是散件的状态 机箱的每一面都需要自行组装上去 真装机从装机箱开始 酷方500一共提供了三种颜色 黑白和马卡龙色 马卡龙配色的主体框架式白色 提供了6块可供替换的彩色洞洞面板和额外的提手 要归100块钱 包装箱也厚了一截 承让这种散件包装的方式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机箱的包装体积 降低运输装储成本 但是机器装完之后呢 这个外包装就没办法再拿来再包了 如果说要邮寄整齐的话还需要额外去找包装 机箱全部的板材组装完之后整体的强度尚可 使用的1.1毫米厚度刚才还是挺结实的 要记得按照说明书提示上齐螺丝 组装完整之后的机箱 不计算脚垫把手等机箱外的配件 长宽高为380x231x381毫米 算上把手脚垫长和高来到了406和415毫米 作为一个ATX机箱 库方500的体积并不算大 主体部分和Q500L基本一致 刚才也说了 库方500这个机箱有好几种装法 主要在结构上面 比较基础的方式就是主板托板和背板的结合 将脚垫和前置IO接口挪上来安装上去后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 当然你想要最简单的状态就是一个主板托盘 可以别的什么都不安装也是可以的 将其余的面板全部安装到位之后 就变成了机箱的样子 脚垫可以在不同面板之间选择安装 脚垫内面安装磁吸方程网 另外两面安装动动防程面板 这样主板的IO接口以及侧透就可以不同的朝向 真的是卧装 但比较折磨的是 除了这种正装之外 别的两种竖装摆放姿势 会把前置的IO接口移到机箱和桌面之间的尴尬位置 这个时候你要插个U盘之类的 就比较难受了 太大了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而且这个开机箱里的手感一言难尽 尤其是我们这手里的黑色这款 可以说是十分的深色 基本没有反馈如外 具体的前置IO接口配置很主流 两个USB-A 一个USB-C 和奥迷二合一接口 没有重启键 线材外皮和机箱颜色一致 而且是一体式的跳线 好评 前置的C口宣传说是支持20G的 实测确实能达到这个速度 人装自带一个120mm的风扇 马可龙版是白色的ARGB风扇 而普通的黑白板就没有ARGB了 看完机箱外部配置 再来看一下内部的兼容性 主板支持的倒是EATX 实际上只提供了9个ARGB的螺丝孔位 把电源安装在侧面时 主板最大的兼容宽度是280mm 把电源移到底部后 甚至可以塞进去SSIEEB的主板 但是不推荐这样做 一方面是没有右侧的螺丝孔位做支撑 另一方面是电源放在底部会有其他问题 这点稍后会提到 只能说是提供了一定的整活空间 但是最好还是当做常规的ARGB主板的兼容度 来安装 电源通过电源支架 支架固定在机箱上支架提供了ATX和SFX 两组螺丝孔位 很方便 电源共有三个安装位 一个是常规的主板右侧 另外两个是底板或顶板 说明书上只说了能安装在底板 但实际上顶板和底板也是同样的结构 所以也能安装在顶上 只是这样安装ATX电源会严重的影响主板空间 并且固定的并不算牢固 安装SFX电源倒还行 底板安装ATX电源有比较严重的遮挡问题 最底下的4个PSI槽就用不了了 接针过高也会顶到 这些可能还能克服一下 但是显卡这个时候就遭纵的罪了 只留下了三槽的空间 考到现在的高端显卡的大小 就算是能够装进去 也会被电源阻挡了相当大的听风面积 小显卡也还行 安装SX电源则会遮挡最底下的三槽 就不会遮挡MATX主板了 兼容度好很多 可见电源不论是装在顶板还是底板 都会对主板有比较大的影响 最好还是挂在右边 挂在右边的话 又要问的问题就是 电源长度冷排和显卡现场之间 如果在顶部水管朝左安装240水冷的话 或者说只安装风扇 电源支架就可以挂在最高档 这个时候如果想要不影响显卡的现场 电源就不能太长 目前市面上主流ATX主板的主PZE插槽 一般设计在第二槽 按照这个位置来算 电源长能达到160毫米 这个时候电源出现已经很困难了 如果顶部安装VK的C280W水冷 电源就要下一道最底部的档位 这个时候最大使用140毫米的海运Focus GX1100 A330的电源 也有点挤 我们在这里安装了一台联想整机里的 百能的RTX4090 长度是325毫米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说顶部要安装280水冷的话 那么电源要控制在140毫米内 把显卡控制在280毫米内 电源支架实在中间还有个固定档位 如果电源的试电输入接口比较靠近风扎面 就可以避开冷排接到中间档 会进一步减少和显卡之间的冲突 可惜我们说的电源都没有这样的设计 如果说你的主板的主PZE插槽在第一槽 以上的数据就要再减去20毫米 ATX电源恐怕只有122毫米的 歇马XM系列电源 能够做到280水冷和显卡无充 SX电源同样也可以避免这个困扰 比如我们用的这个新古昆仑KL-M750G冰山板 这个时候甚至水管也可以朝向右边 但是SX电源自带的模组线一般都比较短 无论刷刷在哪个位置 走位站长度都不太够 加点前购置额外定制线可能就少不了了 风冷散热器的高度限制在164-172毫米 取权于侧面的冷排支架实际安装 尾部风扇位支持120毫米冷排 顶、底和前面板都支持240和280冷排 其中一个面板肯定会被电源占用到 上空间开了一个120毫米或140毫米的风扇 比如我们这里就在前面板和底板 装了三把亚俊新出的药液风扇 仅230元Niva的价格可以体现五千斤的效果 还是挺划算的 侧面之带也可以安装一个240或者280的冷排 这样会占用到一部分主板或者显卡的限高 但是可以解放电源和顶板直接的冲突 使着电源挂在最高位 但如果要利用这块躯进散热的话 需要把玻璃侧板换成冻冻侧板 由于这个侧板没有看到酷冷之中有单独卖 只能把两块板的位置换一下 这个时候就考验理线了 会被一眼看光 在不考虑其他PDX干扰的时候 显卡的最长可以支持到365毫米 前板的安装风扇会挤压到这部分空间 如果说被右侧的电源干扰到了 会限制在280毫米 高度基本没什么问题 除非侧面的冷排挂到低位 这样会影响显卡的高度 但是水管带的影响就会更大一些 酷方500自带一个简易的显卡 竖装转换挡板 只需要一根PCIe上线就可以竖装显卡了 但是会牺牲底部的风扇位 而且这样没有改善显卡和电源兼容度 除了是为了外观考虑 不然不是很建议竖装 说来的意思 原装的PCIe挡板只给了5片 酷冷 预判了你一定会装显卡 那就不给那两片了 硬盘位就比较尴尬了 3.5寸盘位共4个 顶底板和侧面支架各一个 会占用风扇位 主板托架背面的位置和2个2.5盘位共享 而2.5盘位共3个 安装过酷冷支撑机箱的观众 应该对这个硬盘固定方式不陌生 需要先把黑色的螺丝柱拧在硬盘上 然后插入胶垫中 是非固定的连接 2.5寸的固态硬盘 通过这种方式安装的话 问题不大可以接受 而通过这种方法在顶板装3.5寸硬盘的话 就比较容易掉下来 底板稍微好点 不定就没事了 侧板硬盘之下可以通过螺丝固定 但是有点丑 最好的安装位置就是主板托盘的背面 普通厚度的硬盘安装在这里 会被侧板压住 不怎么容易脱落 当然薄盘就不好说了 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自行买这样的 长粗螺纹螺丝拧上去 QA500除了给常规配件设计的这些固定位外 还设计了两个水泵口位 其中一个一般会被电源遮住 还到这个机箱有这么多冷排位 拿来装分地水又比较大发挥空间 还是很贴心的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 库方500上的每个面板这些洞短 看上去是不是像洞洞板 可以拿来开发额外用途 自带两个挂钩和一个橡胶线槽 马可龙版额外提供的一个提手 可以安装在两边 搬动起来还会更方便 但是正装的情况下会有点挡前置的IO接口 实际上库冷还同步更新了他们的Q300L的型号 叫Q300LV2 内部结构和Q300L一致 但是更新了库方500一样的前置IO接口 表面也换成了类似的洞洞板 应该也能借用这些小配件 最后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库方500在不是特别大的体积里面 做到了很高的可玩性 但是有些方案可能就不是那么完美了 就看每个人自己装机使用到的配件和实际的取舍了 起码库冷给了你选择余地 600左右的价格相比Q500L确实有不小的区别 已经不是一个定位的产品了 是Q500L的高配更新版 但是它和Q300L还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它并不能说是Q300L加Q500L的合体高配版 考虑到机箱是散件包装的 还需要自己拼装 所以这个机箱可能更适合那些喜欢拆装折腾 或者说分替水冷的PCDIY玩家 只能说Q300L想的很酷 也在坚信它们的make it use的理念 感觉创新 但是这个产品是否适合普通的新手玩家 可以让市场来给它回答吧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如何看待Q300L的酷方500机箱呢 欢迎留言弹幕给我们交流 如果观众朋友们别忘了点赞 订阅和点赞 因为我们是全聚YouTuber 我们点赞到我们分享中介绍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金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F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联合我们操卧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 在潮玩客我见过我们下期见 拜拜